一对双胞兄弟活泼好动 却生活在无声的世界 母亲离他们而去 父亲为他们痛苦 他们却浑然不知 生活五六七栏目记者四处奔走 希望改变双胞胎的秘密 静静收看纠结 每周五次每晚六点央视七套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五六七 家住河北农村的韩建新 有一对双胞胎儿子 韩颜和韩硕 孩子刚出生的时候 韩建新心里的甭提有多高兴了 每天忙得团团转 可是一看到自己这俩心肝宝贝 就一点也不累了 而且他还想的挺长远的 靠自己做点小买卖 在孩子们两岁的时候 就准备好了两套房子 说长大了以后 一人给一套 要说这小日子过的 可真是够红祸的了 可是生活却跟他 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现在他们和两个儿子 住在村里废弃的一个冷库里 而且说毛泰兄弟都已经四岁了 一直希望着能上幼儿园 但是幼儿园就是不接收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这两个孩子就是韩颜和韩硕 穿迷彩上衣的韩颜是老大 穿条形上衣的韩硕是老二 他们出生只相差了十几分钟 这天爸爸韩俊欣带着他们俩 来到了村里幼儿园 我们家两个孩子 可不可以上学啊 孩子说不好吧 现在挺困难 孩子们今年四岁多了 村里同龄的孩子都上了幼儿园 可是自己的两个孩子 都无法上幼儿园 韩颜欣真是又着急又难过 那他是什么时候发现 孩子的亲密问题的呢 一岁多儿吧 他光会叫爸妈 别的他就不会 怎么叫他就不会 别人就说愚痴啊 咱都闹着爸 韩建新和尹永娜 于2005年结婚 2006年1月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 在种地之余还卖的水果 一家人的小日子 过得红红火火的 村里人都很是羡慕 但是这好日子 却突然被打破了 为什么多么娘子 孩子不会说 别人都上了 幼儿园了嘛 咱们找了几个忙 2008年 韩建新夫妇 决定给孩子 好好检查一下 但是医院检查的结果 却让他们大吃一劲 我们高度怀疑 有前进短水管扩大 前进短水管扩大吧 他是听力有波动 会叫爸爸 会叫妈 除了爸爸妈 爸爸妈 不能算语言 什么 听力障碍 医生告诉韩建新 随着年龄的增长 两个孩子的听力 会越来越差 最终两个孩子 会因为听力障碍 一辈子都不会说话 想到可爱的双胞胎儿子 韩建新是心如刀脚呀 这可怎么办呢 难道他们就这样过一辈子吗 最后肯定是得做人工耳窝 越早做越好 反正超过三岁就不算早 按上人工耳窝就可以听见 这让韩建新看到了希望 但是他也更着急了 俩儿子都快四岁了 再不按人工耳窝 他们以后就更难学说话了 但是马上问题又出现了 60万 这个数字对韩建新一家 显然是遥不可及的 韩建新家只有六分地 种了些玉米 再加上卖水果的钱 每年收入也就是三万元 而且前几年攒下的一点钱 盖房子 加上给孩子看病 也没有剩下什么了 这可怎么办好 韩建新又打听了一下 新兴农村合作医疗 只能报销一小部分住院费 三千和六十万 这差距也太大了 这可怎么办呢 没办法 韩建新一咬牙 卖掉了家里的两套房子 那是原本想着 给儿子长大以后住的 没钱才把房子买了 两块买了十二万 十二万块钱到手了 可他们一家人 却没地方住了 只好借了村里的库房住下 虽然十二万 连一个人工耳窝都买不来 但是毕竟有了一串希望 但是毕竟有了一丝希望 而就在这时 家里又出事 你看我把房子买了以后 我一心给孩子买了 太太就觉得给弄我吃苦了 这为这个我竟给他爸爸 给他妈妈把竟车包的 完了以后我按了个铃铃婚来 媳妇走了 房子没了 两孩子的耳窝也安不上 这个家的天 踏了一大半 他一个大男人 又当爹又当妈 真是快撑不住了 可想想两个孩子 他不撑着又能怎么办 妈妈不在了 父子三人相依为命 两个孩子显得格外的懂事 知道帮着爸爸干活 这让韩剑心更加心酸 要是一个也不看不 心里老是叫着欠他们的 心里特别的内疚 往上也睡不着觉 孩子越来越大了 因为听不见声音 不会说话 他们上不了学不说 平时的生活中 他们也总让人担心 看个人 你那孩子 整个人要干着急 你没办法 你现在心里什么阻碍 你这磕拿手来呢 韩剑心多么希望 时间能够停滞 让他有足够的时间 抽集到孩子的医疗费 他开始四处去借钱 但是帮助不大 可不好借着 就是借着 万得八抢了 你这多了 特别难 韩剑心想起 曾经在电视中 看过一个帮助聋哑儿童的节目 这样他又有了一丝希望 我看那个中央电视台七套节目 有个生活五六七栏目 就是说救助这个耳聋这个孩子吧 能那什么让他听到正常的声音 我就联系了 喂 得知韩剑心一家的敬语 记者决定去看一看 这对极重度耳聋的双胞胎兄弟 谁呀 你好 是韩剑心家吗 是 那我是核心电视台的记者 这个是 这是老大 老大 这是老二 这是老二 都叫什么呀 这个叫韩颜 韩颜 这个叫韩硕 这个叫挺可爱的 给他们带着那个糖 两个孩子活泼可爱 很招人喜欢 可是却被声音 隔绝在另一个世界里 韩剑心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按最便宜的费用算 人工耳窝需要14.5万元 手术费需要1万 康复费需要2万 这样一个孩子 至少也要花17.5万元 两个孩子加起来 就是35万 而目前韩剑心 只有12万 再过几个月 韩颜和韩硕就5岁了 他们已经错过了三岁前的最佳治疗期 现在要做的就是尽快抽集费用 让兄弟俩完成人工耳窝植入 记者决定带着两个孩子的检查报告 来到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耳科 希望得到医院的帮助 有一个救助项目 我们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和中国厅理医学发展基金会 还有保底康公司 我们共同筹了一部分上款 来救助这个贫困的龙儿 那么这个孩子就可以进入到这个项目当中 他在费用上面就会减免一万到一万六千块钱 可以减免住院费 这对于韩建建议家来说 真是一个喜讯 那也就是说 如果能凑够人工耳窝的29万元费用 韩颜和韩硕就可以完成手术了 可是差的钱还是很多呀 记者决定去找河北省石家庄市红十字会 得到这两个孩子这个病情以后 我们石家庄市红十字会做出了决定 向媒体既势力开通了对外捐款的账法 以权献热线 人工耳窝占了治疗费用的大部分 如果能够减少耳窝的支出 那将会大大减轻韩建议的压力 记者又找到了耳窝公司 2010年9月底 当记者再次来看望韩颜和韩硕的时候 他们的爸爸接到了一个电话 原来是耳窝公司给韩建议打来的电话 在我们栏目记者的帮助下 医院决定减免住院和手术费一万元 耳窝公司决定先给一个孩子减免人工耳窝和康复费有8.5万元 也就是说韩建议花8万块钱 就可以先给一个孩子做手术了 虽然只能先帮助一个 韩建议还是特别高兴 赶紧带着两个孩子去看望瘫痪在床的老母亲 他不就说十月一年也开了上了班以后 就给一个孩子开始做手术 就说咱这孩子以后了就成了这么少人 人家还没帮咱们 这是中央电视台的 我觉得你也肯定可以高兴了不行吗 回到家 韩建议开始发愁了 这可是在记者的帮助下 好不容易才争取到的机会 一定不能错过 但是只能先给一个孩子做手术 这双胞胎兄弟俩到底该给谁做呢 两个孩子都挺懂事的 早就学会了写字 骑车呢 老大好像更能冲一些 这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心里的一杆秤 该往哪一边倾斜呢 我要说给老大做吧 我心里觉得特别对不起老二 要说给老二做吧 我就觉得特别对不起老大 就是我心里也 这个难受劲也没法形容 实在没办法 就让他们抓揪 你让你们两个抓揪 给谁做就给谁做 实在我没办法啊 韩建议在一张纸上写下了作 一张什么也没写 让两个孩子抓揪 可两个孩子也不知道 爸爸要让他们干什么 费了半天劲 才一人抓了一个 来 你要哪一个 你要哪一个 你要这个 你要这个 来 我给你看 做不做啊 老二不做 以前是想给老二做 现在不是抓就是抓住了 就说 老二不做 想给这个老大做 抓揪的结果是 老大含颜做手术 两个孩子不知道 他们的命运 可能会由此发生的转变 但是 他们的爸爸 已经别无选择 他要尽快让孩子 回到永生的世界 抓完揪 他就要带孩子去做检查 安装人工耳窝了 可是 路费怎么办呢 卖房子的十二万 是给俩孩子 装人工耳窝的 不能动 韩内心临时来到村里借钱 俩孩子不是上 别人看点啊 路费点 我还有一点 缺点 就说上你点借 这边块钱 你看来五百过百 我说五百 请来南干过去 谢谢你啊 谢谢 客气 听说韩颜可以先做手术了 石家庄红十字会 也传来了消息 在石家庄红十字会这半年的募集款中 有一多半都来自于一个爱心企业 他们听说韩颜要手术了 又组织了一次捐款 这是我们这次捐赠的呢 是两千四百元 希望呢 给我们的这个孩子呢 然后做好 好吗 谢谢 好 您看啊 在我们栏目记者的努力下 韩建新收到的给孩子的救助款 已经有十二万元了 加上他们家原有的十二万 这二十四万中的十七万五千元 足可以帮助韩颜完成人工耳窝手术 并且开口说话 但是剩下的六万五千元 要想给韩硕完成治疗 还差了十多万 这让韩建新的心还是放不下 现在老大韩颜即将来到北京 接受人工耳窝植入手术前的检查 他能够顺利的接受手术 重回永生世界吗 突如其来的车祸 瞬间改变三家人的命运 当你把孩子给撞了 我才去哪里 普通农妇未来的生命之路 该如何继续 生活五六七展开积极帮扶 敬请收看命运转折点 双胞兄弟处在无声世界 母亲出走 父亲痛苦 他们却浑然不知 生活五六七栏目记者四处奔走 试图改变双胞胎的命运 请继续收看 纠结 虽然这次只给韩颜做手术 但是因为没有人照顾韩硕 韩建新只好把两个儿子都带到了北京 办理完韩颜的住院手续 两个孩子在房间里玩了起来 韩建新的心情却很复杂 韩建新很想知道安装人工耳窝的效果 第二天一早 记者带着他们来到了愿意提供帮助的耳窝公司 哥哥韩颜带上了人工耳窝模型之后 弟弟韩硕还给哥哥帮忙 可他不知道如果检查结果正常 哥哥就要领先他一步听他声音了 这回不能给您做 等等啊 以后了爸爸有了钱 敲烦办法给您做啊 弟弟韩硕似乎感觉到了爸爸的为难 安慰似的给爸爸擦眼泪 韩建新已让小儿子韩硕 感受一下耳窝模型 这是最后一项书前检查 结果出来之前 韩建新又开始担心起来 肯定担心啊 这忙着大门人又做不了心 你肯定会很难受的 又出来了 大象又出来找你玩了 他反应不错 点不错 我都高兴了 韩颜的检查结果出来了 他能接受人工耳窝植入手术吗 目前这个情况来看呢 他是可以接受这个人工耳窝手术 手术前 护士将韩颜右耳边的头发剃干净 韩颜很配合 你还在你做心里挺大的安慰 你说不出的那种高兴 哥哥韩颜就要做手术了 活泼好动的弟弟韩硕 也不再跑跑跳跳 安静的陪在一旁 一边是马上手术的大儿子 一边是还没有机会做手术的小儿子 韩颜欣的心里头酸甜苦辣 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该难过 心里好像火烧一样 我以为我想掉泪 韩颜欣抱着二儿子韩颜 可韩颜欣并不知道爸爸在说什么 韩颜跟着哥哥的推车往前走 眼睁睁地看着哥哥被推进手术室 他不知道哥哥要去干什么 他也不知道从此以后 他和哥哥将会生活在两个世界里 手术室里韩颜已经全身麻醉 接受手术 手术室外 韩正欣紧紧抱着小儿子韩颜 手术室里 医生们正在聚精混神地给韩颜做手术 这个电子机植物到耳窝里头去 这个这是我们的植物体 这个植物体就安装好了 这个手术是非常成功的 各位韩颜的手术非常成功 经过一个月 他就可以恢复听力 并且开口说话 而弟弟韩硕的治疗费用 目前正在筹集中 感谢世界装红十字会 感谢康宝来保健品公司 感谢东南电财生活五六七栏目 感谢北一三院 感谢保健康公司 感谢所有所有帮助我的好人 同一天降生的两个生命 一个要迎来崭新的生活了 而另一个还要在无声的世界里 继续等待 两个孩子的差距会越来越大 谁也不希望这一幕会长久上演 我们和韩颜欣一样 希望两个孩子都健健康康的 在这里呢 我们呼吁大家来帮助韩颜欣一家 为韩硕筹集足够的费用 今早让他能够回到有生世界 和哥哥一起快乐的成长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稍后我们来看看 明天给您带来什么样的精彩节目吧 小山村的农库 大城市的设计师 是什么让他们走到一起 参与5000元改除改位的公益活动 这既是一种责任 也是一种挑战 5000元能够打造出 多彩实用的除卫新空间 美地太阳能5000元改除改位行动 走进河南信仰 敬请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